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沙目纪》上的29章 大卫因着记得错误的决定 投靠了斐利士人亚继王 当斐利士人祭局要攻打以色列时 大卫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大卫面对困局 神使斐利士人的首领拦阻大卫上战场 这是处于神的保守 神使大卫在亚继王面前蒙恩宠 神使大卫能够没有污点地进入神的命定中 斐利士人将他们的军力聚在亚服 以色列在耶稣列的全旁安营 斐利士人首领各率军队有或把或迁挨次前进 大卫和跟随他人同着亚继跟在后面 大卫面对斐利士人要起来攻击以色列的处境 直到进退两难的局面 如果是我们我们会如何面对呢 大卫虽然做错决定 但是他的心中仍然是有神 他在危急中等候交托神 我每个人都有可能做错决定 在做错决定后 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仍有神 要学习凡事等候和交托神 亚继叫大卫来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的夜华启示 你是正直人 你许我在军中出路 我看你甚好 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 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 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 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免得斐利士人的首领不欢迎你 大卫对吉甲说 我做了什么呢 自从仆人到你面前 直到今日 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 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 亚继说 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 如同神的石子一般 只是斐利士人首领说 自人不可同我们出战 大卫其实蛮无辜的 无论在哪里 好像都有面对的拦住 当他听见神的呼召 上帝要大大使用他时 不应该很兴奋 因为他做王了 他成功了 他有能力和地位了 但是事实确实相反 少了的追杀 要离乡背景 被自己人拒绝 他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上帝是否在和他开玩笑 得到呼召 不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吗 有时候会不会觉得 你和大卫很像 你想为主做一些事 或是当你决定 活而爱主 侍奉神 当你已经有了这个决定 你却发现 好像事事开始不顺利 许多事情拦阻你去服事 有人拒绝你 在背后批评论断你 你开始很失望 使你觉得不服事还好 这些事反而使你失去了 爱主的心 神只想放弃 什么都不做了 大卫面对这样的环境 他并没有退缩 反而使他越来越爱主 越赞越勇 因为他相信 他在等候神的时间 他没有放弃 他坚信上帝对他的呼召 神对你的呼召 神必负责 不要轻易地放弃 无论在什么的环境 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 大卫经过这些考验 失明成熟了 能力提升的 你的考验也是营养 唯有经过活的考验 才能成为钻石 才能闪亮 越神自服 天塌坏的人 你仍然能力提升 你仍然能力提升 误有 误有 几乱 应该 你仍然能力明